我们先回顾一下上一期推演的一江三岛战役 1955年1月18号 解放军发起一江三岛登陆之战 在国军补给不足 征兵跟不上的情况下 国军以1比5对战 发起疯狂的反击 最后呢是丢掉了一江三岛 解放军登上一江三岛之后啊 大成岛已在一江三岛解放军大炮的射程之内 同时在美军同意协防台湾 但不协防外岛的压力之下 最终国军启用金刚计划 撤离大成岛 金刚计划是从1955年的2月8号到12号 一共是5天时间 将岛上的军民装备等等撤离 根据相关记录显示 在平民撤离数量这一块呢 上大成岛有3937人 下大成岛有10974人 P3岛有1083人 鱼山岛有518人 一共是16512人 对于这个数据呢 有多种记载 有的说是18000多人 有的说是17000多人 那岛上民众除了3人 因病和14个人 以通共嫌疑被关加之外呢 全部都撤离到了台湾 1955年1月26号的时候 浙江省大城区专员 省智越发布呢 称 凡智越疏散到后方的民众 不分男女老幼 极乐起至2月2号 指向隔县政府登记 以便准备交通工具撤离 记录中显示 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 因大城岛原先的居民 义无反顾 吹家毁射 选择追随中华民国 国军的牵台 称其为大城一包 1955年1月30号 美军令普赖德率第七舰队 准备帮助国军部队 从大城岛撤退 并通过苏联 向解放军转谈了这一消息 希望在美军帮助国军撤退的时候呢 解放军不要采取行动 1955年1月30号下午2点 蒋经国抵达大城岛 并亲自指挥实施金刚计划 1955年2月5号下午 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 应台湾地区政府的要求 以下令 第七舰队 以及其他美国的部队呢 协助台湾 撤退那些想离开大城岛的居民 在分工上面 美军主要负责 卑微27度以北的海空资源 以及掩护行动 美军船只主要负责呢 是上下大城岛 上面的军民撤离 包括机械装备等等 在美军战舰配置这一块 美军派了大量的舰队 参与这一次撤离行动 包括负责大城海面巡逻的 美军TF-75海上作战部队 负责空中掩护的 TF-77攻击航母打击部队 猎杀部队运输 以及后勤部队等等等等 据美军资料 以及国军刘广凯司令回忆 数量达到了惊人的57艘 卑微27度以南空中掩护呢 则由国军负责 包括鱼山P3岛上的国军撤离 也由国军团队负责 国军负责撤离居民的部队 由52艘舰艇和一个陆战中队组成 由刘广凯担任总指挥 在舰艇方面呢 包括太照舰组舰 以及掩护舰、运输舰、警卫舰、扫雷舰等等 1955年2月7号 蒋中正先生发表 为大臣撤退告海内外军民同胞书 1955年2月8号 蒋中正先生再次发表 告海内外军民书 2月8号凌晨5点 下大臣岛的居民 则从小坑南坑里的四个登船点开始登船 上大臣岛的居民呢 则从官地庙码头登船 到了晚上10点左右 全部居民离岛登舰完毕 在整个撤退的过程中 解放军没有对此撤退行动进行任何干扰 1955年2月9号 大臣岛上的国军登舰离岛 同时 测运军需物资 包括这个武器装备等等 1955年2月10号8点左右 蒋经国开始离开大臣岛 1955年2月11号 国军工兵在大臣岛上对岛内的设施进行爆破 包括水电、学校等等 在后来解放军登陆大臣岛的时候声称 只找到一位老人和一条狗 1955年2月10号10点30分 实施爆破的这些工兵开始登舰离岛 在美军军舰的护航之下 撤离的大臣居民首先是在基隆港上岛 做短暂的两周停留之后再被安置 记载显示在基隆港做短暂的停留 是因为要在上面认清 因为很多人在登船的时候 很多家庭已经被冲散了 所以在这里做统一的亲人归位 全台安置地区包括台北都会区 桃园市、以南县、花莲县、屏东县等等 从各岛撤离下来的军队 则移房到金门、以麻祖等地 为了安置这些大臣的移民 政府在全台一共建立了35个新村 用来作为大臣人故村的延续 在安置上基本是参照同村的原则 安排到一起 比如说你以前在大臣的时候 是在这个村庄 那么来到台湾之后 也尽量将你们全部人 安排在一个村子里面 新村的居住非常的狭小 各村村房的房屋大概分为两到三种规格 一般来说四个人以下的家庭 分配的是六坪的房子 五到六个人则分配八坪的房子 七个人以上的一般是十坪的房子 在解决生机问题方面 对这些大臣移民 台当局有根据移民人群的特长技能 依据技能会做相应的派遣安置 比如说你以前是大臣的渔夫 那么你可能会安排到某个地方从事打鱼的工作 根据特长从事不同的行业 比如说从事农业 一碗羊 罩船 酿酒等等 大臣列岛的居民抵达台湾之后 相据也带来了他们故乡的神明 并随着大臣居民的安置 分发到全省各地 比如说庙宇 庙会 神祭等等 这次移民除了人的抵台 还有历史文化 民族信仰的抵台 大臣列岛位于浙江万海 过去在行政区上属于浙江温岭县 有十多个大小岛屿组成 主岛为上下大臣岛 有人说最早来大臣岛的人 是因为船难而漂流到岛上 有人则说是被官府镇压 逃难而来 也有人说许多的祖先 是为了躲避满清路关战乱而来到岛上 大批的汉人来到大臣岛上 是在青龙年间 因为当时大臣渔产丰富 当地有句谚语是这么讲到的 欠在罗牛毛 只要海上一夜潮 反映的正是当时大臣 渔产丰富的情况 从1955年的撤离 到现在已经有六七十年了 在这几十年的岁月进程中 随着不断的迁移 已通婚 大臣人的后代也越来越多 国共内在改变了大臣人的命运 如果可以回答从前 你是选择留在岛上 还是撤离至台湾 为什么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会 拜拜 拜拜